畢松溫泉是這個 新武里區的資料 喔喔喔喔 在這邊喔 有一個重點 因為海拔是一千多喔 所以 我們一千多 一切下來就看到水 非常的清澈 而且 這邊的森林 就是秋天的森林 漂亮 旁邊還有秋葉這種雕像 是的 太棒了 有點黃黃的感覺了 欸 這裡吸水呈現那種 因為全礦物 出啦 過好了 欸 過了 你都不能吸氣一下喔 哇 發了 哇 欸 全台最美的麗松溫泉 不會冷了 走下來就不會冷了 趕快 把艾美拉下來 艾美不會冷了 真的 因為你腳已經麻掉了 欸 腳麻掉了不會冷了 快點 噢 巴 屁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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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隻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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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這下了要趕快走過去 不然你之後會凍傷 快點 快點 根據我多年的經驗 這體感的水的溫度 大概只有四度而已 所以艾美下來一定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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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感覺了 沒感覺了對不對 沒感覺了對不對 而且蠻痛的耶 阿嬤 你怎麼沒感覺了 來 不要等 因為超冷 我們趕快去泡溫泉 快點 快點 接下來我們要翻三月嶺 好 三月嶺 好 基地 SI 哦 高跟 mis 可以嗎 好 換過來 Pierommi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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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阿嬤 有啊 你 他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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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過來 他還在 他還在 轉過來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可以 不要放在路上 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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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褲子 好喘啊 好冷啊 好喘啊 走路不行啊 八地的走路就是 那件事情不專心 我們專心走路就沒問題 好不好 好冷喔 仔細看 仔細看 一般最重要的技巧 手要抓好 所以他們兩個會表現很棒 雖然滑倒 還是手抓好 就不會摔下去 那已經試到變滑了 你要小心 變滑 對啊 是你們老師的 很滑 這裡很滑 不是很滑嗎 因為我們就穿著做西鞋更滑 手上來穿一下 我跟你講愛美又是一種 愛美是一種 愛美是一種 真的滿滑的啦 他踩穩 手要抓好喔 好像 快一點還在走耶 他變激動了 哇 好可怕喔 哇 欸 劈快了 劈快 劈快 好滑喔 好可怕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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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 可以 可以喔 可以 好 好 耶 又過一關 真的天啊 快快快快到了 嗚 我看到這個問題 我全身血都熱了好不好 真的都放血了 好美喔 好美喔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最美的立松溫泉 這邊號稱南橫綠寶石 然後這邊的溫泉很特別喔 它不是從地底泛出 它是從山壁上面滲出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整個雲霧繚繞 就像仙境一樣的漂亮 那一頭呢 是比較冷的 這一頭呢 是熱的 南橫綠寶石的溪水在這裡 但是呢 它這個是瀑布式的 就是會 很熱的水這樣子流下來 你看還有冒煙 然後這裡 就是我們的立松溫泉 我覺得這邊真的是 不愧稱為全台最美的溫泉 你看這裡山壁 然後那個綠色的那個顏色啊 然後從山壁這樣子 哇 流下來 有藍有綠 這泡起來一定很舒服 不過呢 我們要到這個立松溫泉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難題 我們要這樣子下去 那這個水很深 它會急腰 所以一定會全室 然後非常的冷 So 我們在這裡現在用一個 超級創舉的玩法 你的Uber來了 Uber來了 我答覆你 最後第一半 我答覆你 可以啦 可以啦 可以嗎 你的Uber超穩 Uber好穩喔 哇 其實那個流啊 如果你不懂 要往前換 你會不會 喔 喔 喔 太美 你自己其實想游泳 他想吃 我好壞 我現在每次掉到水魚了啦 可以啊 可以 可以摘一隻啦 喔 穩的 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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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拜拜 欸 好可怕 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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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冷 有點冷嗎 我相信你應該是直接嚇死人 對啦 你看其實我每個都做SUP 就不有趣了 對不對 身為主廚是OK的 沒有在怕冷 沒有在怕 這邊大概多少三 大概兩米吧 兩三米 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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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啦 腰而已是不是 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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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你嚇得好慘 還好 還好啊 還好 快過去了 好冰喔 還好嗎 他等一下就會 他等一下就會 阿嬤 你腳為什麼沒感覺 我的蛋 我的蛋 很久耶 去哪裡的啊 好舒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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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裡很棒 我覺得冬天來這才是對的 真的 真的像仙境 你看這樣子 浸淵鳥鳥 然後配上那個 蜜綠 白綠香煎這樣子 對啊 游離先進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 沒錯 對 我覺得這邊不舒服 然後還有一些淡淡的那個 溫泉的味道 對 然後後面還有天然的淡化 然後味道 很像 而且有點像在做那種蒸氣魚 有沒有 一直有隨蒸氣這樣 對啊 選中間 好棒 欸 不覺得這樣子哪有吃點東西嗎 你這麼好餓 有東西吃嗎 非常準備嘛 我跟你講 我今天特地有準備一樣 真的喔 真的嗎 給你們驚喜 好難得喔 好棒喔 發覺它會做料理 我不知道耶 應該會吧 都泡麵之類的 好棒 好吃的食材來囉 水煮玉米 來喔 我很甜喔 就很大根的 米喔 請我呀 我知道 那就是玉米裡面那隻 肥肥的菜蟲 不是 那個滿飽滿的 對啊 而且加上溫泉 就變成 玉米濃湯喔 我覺得我們來聊 為什麼這個溫泉是這樣子 我想知道為什麼溫泉是綠色的 這邊跟全台灣 其他野性溫泉 最大的不同是哪裡 綠色的 一個 兩個 兩個 這邊最特別的就是 它這邊的溫泉 是從山壁滲出來的 好美喔 對耶 像瀑布一樣的山壁 為什麼 對啊 通常我們都是灌塵 從地下冒出來 但是這邊是灌在上面 灌塵在上面 對 它一直流一直流 所以它那個一直堆積累積 變成碳酸蓋 碳酸蓋是白色的 但是你知道 有很多的藻類相當地 它是不怕熱的 OK 所以在上面 綠色的啦 帶點顏色 這都是藻類 完全可以感受到那個 上帝打翻調色盤的在念 真的像被打翻 形成我們背後這樣美麗的 一直不大自然的畫素 在重點 旁觀但